各位好 我们有没有什么机会 不用投资 但是可以赚到钱的 重点是可以翻证的 你来到这里就是结识的机会 好 你看 美商结识公司成立在2000 2009月9号成立到现在6年多来 那已经行事要到了100多个国家 那很多人并不了解 可能跟我一样 过去我就认为他是要卖东西的 所以我就直接拒绝 不把新闻关上 所以每一次不管我是一对一 来谈这个声音 或者我在上课的时候 我都告诉大家 无论如何 过去如何 不代表现在如何 你一定要把过去曾经遭遇到的 任何经验先抱下 因为结识完全不一样 如果我没有把过去的经验 摆在一边 我脑袋想的它是它一模一样的 那我们今天也不会站在这里 因为我选择不要 因为不要最大 对不对 因为我过去开店的时候呢 店门打开 每一天一堆什么人来 做义务的 不是做自销的 就是做保险的 然后就是卖童书的 然后就是卖什么的 然后有一个什么信用卡 是最惨的一个东西就是 它来了我不想要 但是我说不出来我们要 我就把它签了 但是我心里很傲慢 我为什么不要拒绝它 所以后来我发现说 我如果不改掉这个个性 我这一辈子爬不起来 所以呢 我会试着去拒绝别人 但是呢 当初我接触解释公司的时候 我发现我以为那时候都一样 对我来讲因为都一样 跟那个来到我的店里的每一个人 告诉我的那一些都是都一样 所以我只做了一件事 赶快把我的新闻关上 关上新闻不要是不是最大 我脑袋只有想到一件事 反正你再讲 讲再好我都不要 我心里真的这么小 所以我跟解释公司错过了半年 那错过了半年 感谢解释公司 再敲我第二次门 这第二次门让我听懂一件事 就是不用卖东西 所以每次我在讲这个生意的时候 人家就说为什么不用卖东西 那钱从哪里来 有没有很很奇怪 在做你还是 一定会有的起手 好那你觉得要卖东西吗 不用对不对 好 所以呢 新朋友 你要了解 这个趋势 这个商业模式 为什么不用卖东西 依然可以让我们换一个 财务自由的人生 每张解释公司做的是什么东西 电子商务的平台 再来 我们的市场超过一百多个国家 要谢谢这一对老人家 七十几岁 到现在我们的Wendy Brandy 这一对装扮人 我到现在还非常非常感谢他们 为什么 因为他们改变了很多人的人生 也因为他们创立了 解释公司的这个平台 才能够让我们平凡的可以在这里 透过短短的三年户面 你就可以大翻身 但是我们不需要投资非常非常多的钱 我只是换个地方买我需要的东西 所以呢他们创办了一个叫做 交目式网购的一个概念 这个创新的营业模式 那当然一样为什么我一直讲生意呢 因为我们是做全球通路的生意 所以我一直讲生意是因为 我觉得我一直觉得我是企业家 来到杰斯我就觉得我是企业家 我一点都不像Sales 我觉得我在卖什么 卖店卖梦想 好那卖店怎么卖 待会我会告诉大家 所以呢今天我们要做的是 电子商务的生意 那电子商务的生意 很多人都说不会上网 对不对 有没有人不会上网 阿公阿嬷不会上网 没关系 也可以做 好 所以呢电子商务 若是要做电子商务 要不要找专业人士合作 我们自己都是电脑白痴 我是啦 我是电脑白痴 但如果不是一个专业人士 来跟我们合作 那我们会不会一样摸索成功 摸索来做这个生意 会不会失败 所以摸索是最笨的方法 对不对 好 那这个电子商务 我们这一对创办人呢 他拥有全球通路管理系统 有超过20年以上的业务的经验 美国很多的大公司 都请他们设计后台 还是他们设计软体 如果我们跟这样的一个专业模式 专业的一个专家来合作 电钢电子商务 这个交互式网购的一个生意 我们是不是成功率比较高一点 好 所以什么叫做交互式网购呢 有没有人知道 很多人没听过什么叫交互式网购 对不对 简单一句话就是 网上 网路 不过我的店开在空中 我现在还有店在新竹 那个是看得到的店面 但是结智公司是看不到的店面 开在空中 所以呢 我们在做什么 网上消费 网上消费的意思是 我上去买东西 对不对 好 这个时候呢 我就可以开始这个生意了 店要不要开张 随便我们自己 如果我想开张的网上消费 我就网上同时加盟 那加盟店有人开嘛 所以呢有人开 新巴克有人开 加盟店有人开 对不对 接下来呢 如果我生意想要做更大 那我就网上联锁 所以什么叫交互式网购呢 网上消费网上联锁 网上加盟 那生意要做 那你就当一个全球联锁店的老板 这样懂吗 所以交互式网购 大家要清楚 它是一个革命性的商业模式 跟我们过去所接触的 任何一种商业模式 有很大的差别 好 再来 我们刚讲 如果这是一个很好的 那一般人都可以翻身的商业模式 待会我会再讲 为什么不用卖东西 我可以这么轻而易举的 有不断不断的开往变出来 那我们来研究 创办人是专业的 那我们是不是跟他合作 所以我只需要跟我们的装办人合作就好 所以装办人是一个专家 是对电子商务跟网际网陆超过20年以上经验的专家 那现在我们在探讨 当初很多人说节制的钱 这个制度很好 很好赚 但是如果钱再好赚 我们的我变摆的东西非常的不好 你觉得这个钱可以赚得很长久吗 一定不会长久 所以我们要再来研究 我们的产品是不是未来的趋势 有没有优势可以让我们的市场能够稳定 可以让平常消费者他愿意去购买这样的产品 所以我们节制的市场优势在哪里 领先的生物科技 再加上我们全球的公路 所以我刚刚有讲 我们是不是六年来 我们已经延伸到130个国家以上了 那有什么 我们有没有能力 我们再把风回来 我有没有能力做一个生意 可以做到130几个国家 没有 我想在座都没有人会这么厉害 王永庆跟国财林有没有 没有 那我已经延伸13个国家 我没有比他厉害 有 我一直都觉得我比他们两个厉害 因为我已经开到13个国家 对不对 好 那接下来呢 好 网络很厉害 我们的创办人很专业 那产品也是市场的需要 但是如果随随便便是 这个产品是我做出来的 知道那个OEM吗 若是我做出来的 我是美容师嘛 事实上我找一个厂工厂 去做OEM 我看这是自创品牌 但是若是我自创品牌 这样子的产品 你觉得你敢卖吗 虽然我也是少少有专业 但是呢 这个产品没有竞争力 如果我们的产品是在市场上 到处买得到的 在杂肉买得到的 在百货公司买得到的 然后在一般的开架式的地方都买得到 到处买得到 而且随时都会被取代的 如果是这样的东西 那我们也不能来做解释 但是我刚评估过 今天来做生意就要做评估 所以我们来评估这个生意 我到底有没有风险 有没有陷阱 假设评估都没有问题 我们才可以来拚 对不对 所以我们合作的医疗团队 绝啪啪博士呢 他是抗衰老支付 美国的第一任的抗衰老协会的会长 还有另一张抗衰老的一个执照 也是这一个博士所拿到的 再来他也曾经被提名 诺贝尔医学奖的一个提名 所以这样子的人 你往后上打上去他的名字 你就会发现另一堆他的文献 那这样的人我们来 我们有没有机会跟他合作 你可能请很多的薪水给他 他都不会要的 对不对 但是我们现在来到解释这个平台 我们已经跟他合作了 因为是我们解释公司的医疗团队 再来呢 这一个有曼博士 干细胞支付 你看刚刚我们有一个抗衰老支付 现在又有一个干细胞支付 那什么叫支付 就是最厉害的嘛 对不对 我们中华民国有没有什么付 国付嘛 所以是不是最厉害跟最大的 好OK 所以在抗衰老的一个地方 这个博士把关我们从内在的东西 这个纽曼博士把关我们外在的东西 所以待会大家来看 整个结智的细胞优化系统 这样的产品 好你们可能要理清 我刚刚讲我们的商业模式是新的 然后我们的创办的是专业的 现在我们的医疗团队是不是专业的 是不是第一名的 那所以呢好现在都没有问题对不对 所以呢细胞优化在做什么呢 促进我们的细胞再生延缓老化 再达到我们整个能量的平衡 所以我们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是细胞做的 头发也是嘛 指甲也是嘛 所以如果今天细胞健康 我们人会不会健康 OK好那产品没问题哦 好所以医疗团队没问题 产品也没问题了 接下来呢我们的产品由你到外 由内到外 由外到内的完整条例 这就是我们所有的东西 好很少对不对 其实很多人都说我们东西很少 但是我就喜欢它很少 因为我一直讲好代表太好 不要用那么多东西 然后我们的东西真的是智慧型的 我发现我们的产品是智慧型的 所以我们不需要用那么多的东西 那这些东西呢 它是可以促进再生的 那这样子的一个盖细胞的技术 可以换起我们皮肤的活性 像我以前在SALOM 我必须要分辨我的个人皮肤的肤质 怎么样 女生都知道 干性油性敏感性用的是一样的吗 一定不一样对不对 那为什么有一套保护品 它是完全不分肤质 然后18岁用跟80岁用的都同一套 男生女生用的也同一套 国内国外的也同一套 黑人白人也同一套 那是什么 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点是什么 细胞 所以只要细胞健康 我们的皮肤就健康 所以我们拿的是这样子的一个 顶尖生物科系的产品 我们每一个人拿的是全球总拜的套 所以呢 其中我们的土质新生跟修复的作用 自然我们的人就会越来越年轻 所以就会阿嬷不像阿嬷对吧 在10年后我觉得我还会比现在更年轻 因为我现在有大量在用 就是要留住青春 好 那这是我们老板娘她的姐姐 因为年纪比较大 拿来做白老鼠测试一下 所以你看使用前使用后有没有差别 它的这里有开始包含有没有 整个拉起 那你看哦 好我们再来问一下 如果 我很喜欢问问题 如果有一个产品 从以前我每一次早上抹八罐 晚上抹八罐 八罐哦 如果会忘记就要填标签对不对 天一号二号三号四号五号六号七号 八罐哦 好我们现在身边有这一套保安品 那另外一套保安品呢 早上抹两罐 晚上抹两罐 然后八罐的那一个呢 比两罐的还要贵 那八罐的那个比两罐的还要没效 请问在座的各位 你要用哪罐 两罐还是八罐 都要用两罐对不对 好你看哦 好 如果我拿的是这样的产品 这样的产品 好不好说推广 去推广 推广我们要用一罐哦 只有推广 如果你用的产品是这样的产品 我刚刚讲的两罐对不对 然后还有比较便宜哦 比八罐便宜哦 而且比八罐有效 所以无论任何东西 你一定在使用前一定要拍照 照片没有修图 照片就最不会骗人对不对 所以一定要拍照哦 不要使用前没修图 使用后修图 这样就骗很大 所以千万不要修图 两者都不修图 你就可以保证 如果效果是这样变这样 假设他是真的 我们在座想想 假设他是真的 不管是男生女生 也许连男生都想要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先当他是真的哦 好 OK 那这个呢 这个问题呢 他是用霸面脸 我现在每一次都设计 我们的伙伴用半边脸 然后很多人都不要 像是有人有勇气哦 我才会定他要用一点 我都用到像动物 这样不掉 好 所以半边脸有没有差 只用这一边 这里有没有差 老人家这里是不是垮垮 你回去看很多的女生跟男生 超过五十几岁 这里一定是垮垮的 所以待会看一看旁边的 有没有垮垮 你就叫他回去 一定要认真用 这里你看 有没有差一点 有哦 但是告诉大家一件事 有我做脸的人 做十几年还是会垮垮 我十岁看起来永远都像五十岁 那请问那我们干嘛要去做脸 好 所以你看他有一个医生朋友说 好像有不一样 但是医生是不是相信 医生 所以医生呢 照射下这个白点点呢 就是新生的胶原蛋白 我们去想一件事 在座的各位有超过六十岁的举手 好 我们来把这个脸调一下 有拐拐吗 那哪有那个黄的 婴儿有没有 婴儿的也是很想把它咬一口 是哦 那个就是胶原蛋白 会拐拐对不对 那是不是年纪越大越乌乖了 然后皮拉的起来了 那就是没有胶原蛋白了 所以呢 我们想六十几岁以上的人 会不会再生出新的胶原蛋白 不会哦 如果会 如果我们的产品会 他又要用 然后在座我如果保证会 有没有人不要 我们就讲不要用 要用的举手 保证吗 幸运游也可以啦 虽然你不是我们的会员 没关系还是可以让你用 保证你如果这个变成这样 从这样变成这样 那我们要用的举手 算新婚 看过了 好 所以呢 好 我们就来研究一下 是什么样的产品 可以让同样每一个人 越来越年轻 越来越体力越好 在过去我睡十二个小时 依然不会睡饱 但是现在呢 应该很多人都睡不久很多 可是我精神还是会很好 当然除了身体健康的 就是人生有希望有梦想 一定会让我们起床的时候 是开心的 而不是为了不得已 我一定要去上那个班 不得已我一定要到那个公司 不得已我一定要去开我的店 因为不去没钱赚 对不对 好 所以我们还有一个 刚刚是不是脸部的 我们的脸部的 让我们越用越年轻 让我们可以新生胶原蛋白 那身体重不重要 假设这张眼变成50岁 结果身体是70岁 70岁 实际上我们只有40岁 其实很多人40岁 身体已经70岁了 你可以去检查看看 真的是这样 好 那如果我的脸漂亮 总要身体也很健康 很有体力 因为身体不健康 它也不会漂亮 所以这次我们内服的配全精华 那配全精华呢 里面有一个叫做白铃鲁水 很重要的成分 那这个成分一样可以修护我们细胞 里面都是天然的水果 蓝莓 红石油 还有绿茶 鲁蜗 那我常常讲到这里我就不想讲 因为我还要想它是什么东西 好 OK 那为什么我都不要故意背下它 不是不背啦 就是懒的背 但是呢 我都说这个生意 我们不是来做美容师的 我们也不是来做营养师的 我只要会吃掉这一包就好 对不对 如果吃掉这一包能够让我越健康越美丽 我要不要每天赵珊珊把它吃 对 但是呢 我每天我今天其实已经吃五包了 好 那为什么要吃五包呢 就开心就吃 对不对 好 这样子的东西如果能够让我们每一个 可以预防癌症 预防万幸福 然后能够让我们五十岁看起来像四十岁 那我们为什么不要吃 过去以前营养 营养学是要补充营养 对不对 我缺B群我补力 我缺钙我补钙 我缺息补息是不是 然后肚子不好吃什么 可以鼓励 是哦 那是一把 但老人家是不是喜欢吞那一大把 不喜欢 但是这一包有没有没有吃 阿嬷有吃过吗 有好吃吗 好吃对吗 一天吃 把动作五吃吃 五包十包 没错 因为很好吃 对不对 但是如果我身体不舒服 还叫我吞那一大把的东西 我会不会不舒服 所以我现在问的都是关键哦 假设我们的东西是可以让不舒服的人还想吃 而且会健康 那他会不会吃 那有没有市场 好 所以这是相对的哦 我们连续物化都很重要 好 OK 所以要成功的第二个环节 刚刚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创办人是专业的 对不对 再来六年来已经有成功的 成功的模式 六年来创造百万收入这么多了 这叫成功模式 再来我的医疗团队没有问题了 再来我们的技术领先业界超过十年以上的技术 也没有问题了 接下来呢 成功的第二关键就是 大花蜜 我是路士 常常以前那个车子停在哪里都忘记在哪里 然后要找 我曾经很严重 找了一个多小时 找不到 找到我的伙伴 脾气很好的伙伴 想要骂我 我说我也很想骂我自己 因为那天真的找了一个多小时 半夜了 他气得要死 我说我真的也很想打我自己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他在哪里 车子在哪里 然后他就跟我讲说 我说你不早 你以前没交过 然后说他这个也要人家交 我说各位 所以你看喔 这脑袋不太好的人 还是可以做解释喔 所以你越单纯 单纯 我说来到解释公司 真的 你越单纯 你就会发现 你会拼拼楼前跑 因为单纯相信 当你全然相信的时候 你的力量一定会非常大 所以如果有一个导航椅 在帮我们指引我们往前走的路 那解释呢 来到这里 我是要成功还是要来失败的 我要来成功的嘛 那我成功 我要造成功者的方法 还是失败者的方法 我一定造成功者的方法 对不对 很多人 欸 问说回去喔 听完之后 回去就问身边的人 问老婆 问老公 然后问朋友 欸 你有听过解释吗 你觉得可以做吗 有十个 十个有九个 半都说不可以做 一定说不可以 然后你就十个 问十个 死十一个 就是你年龄 自己都死掉了 因为他们都告诉你不能做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那些人没做过解释 很奇怪喔 结果我们就问没做过解释了 问解释可不可以做 这很奇怪 有喔 所以待会要问谁 问那个超过 月收入超过一万美金起跳的 去问他解释行能好不好做 他会跟你讲非常好 因为超过一万 一万美金 一比三十二 用计算机算一下 好 所以呢 今天如果有一个导航椅 你能领我们走在前面 用正确的观念 正确的方法 那我们是不是有正确的工具 正确的讯息 来带领我们在这一条路上走得更顺利 所以成功最笨的方法就是用摸索的 前面是不是讲到摸索当老板 那是最笨的方法 所以今天呢 解释公司有 US全球的一个创富系统 那我们全球呢有一个我们最敬爱的Q 来成立这个创富系统 让我们不用摸索去做解释 所以在这个系统上面呢 他会教我们每一个人怎么样做 怎么样复制能够用最快的时间 达到我们所想要的成功 再来呢我们提供全球的一个交流的平台 解释是不是做全球的 是 我们很多人跟我讲说 我没有认识外国人欸 啊我怎么做全球 现在还有没有这个迷思的 你有没有用FB 啊FB有没有外国人 有啊你认识他吗 你应该不认识对不对 反正你按加朋友他就变你的朋友 对不对 解释就是这样喔 啊我们去按赞 按赞有没有钱可以赚 可是再解释按赞有钱可以赚喔 好我们就是在做这个生意 所以我们可以做全球的一个交流 生意可以做五国街到全球 好那你全球是不是有很多朋友 是互相交流 互相交换成功经验 再来有效的工具成立成就我们的事业 所以工具多不多 在我们系统里面有什么 有很多的很多的很多的造商会 我们的成功特训 我们有很多的成功的系统 他会教我们 我们只要把自己丢进去就可以了 好那提供我们正面的一个环境 那我们再解释呢你去想 我们在一般的传统行业 有没有每天有人赞美你 没有 没有喔 来到这里很奇怪喔 有人说 齁 每天怎么越来越漂亮 有喔 那有人说 老师你越来越来越新耶 对喔 就算假的听起来爽不爽 爽喔